主料,豆渣一杯,辅量,沸水,面粉,食用油,配菜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一两杯豆子做豆渣产生的豆渣备用,我用的是花生和黄豆混合渣,将与豆渣等体积的沸水倒入豆渣中,把豆渣搅开,往豆渣与沸水中多次少量加入面粉,边加边用筷子不断搅拌,直至面粉变成雪花状, 然后用手揉成软软的面团,将面团分成几份,每份都缩成掌条,切成做饺子大小的小坯子,将小面皮压扁,将两个小面皮中间粗薄薄一层食用油,加在一起,改成薄薄的小饼,打开最小火,将小饼放在不沾平底锅中,不断翻面直至小饼两面都烙熟即可,烙好的小饼本来就很软和,把它们叠在一起爆, 热气会把小饼炊得更加软和,吃时可以随便炒个小菜,荤素都渴,用小饼卷起来,小巧可爱,让吃饱的人都想再多吃几个,烹饪技巧,上文中量杯是指豆浆鸡自带量杯,好像都差不多大小哈,想要小饼软和,最好用沸水锅面,就是把面团做成烫面面团, 沸水的量可随意,但是不要被豆浆中合成温水或者凉水,因为沸水烫手,刚开始加入面粉时,要用筷子和面,面粉要多次少量加入,这样才不至于把面团合得太硬,烫面面团加软面团,等于软和合口的小饼。 一锅可以烙三四个小饼,每锅需要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烙手,小饼熟了的标志,面的颜色变了,白色,又淡黄的小饼,比,叠在一起的两个小饼自然分开了,其实这个小饼里的豆渣就是在利用,增加了一下小饼的营养,对小饼的口感没有任何影响,小饼仍然很柔软细腻,如果没有豆渣,直接被水和面, 我估计做出来的小饼,和这个也是相差无几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